一年前我做了个视频 和大家聊了聊为什么游戏越来越不好玩了 没想到也引起了不少共鸣 一不小心和放量破了百万 当然大家的观点也不全是赞同的 也有不少观众认为是我电子扬尾的问题 或许也有吧 但是这电子扬尾是真的没法治吗 最近工作之余 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想和大家聊聊看 那就是大模型会是电子游戏的春药吗 为啥大模型能治电子扬尾 这就要从游戏怎么玩 这个最简单的问题说起了 在我看来 一个游戏好玩 离不开两个因素 一个是玩法 一个是画面 玩法有很多种发展的方向 它也决定了游戏所谓的游戏性本身 比如说老公母这样的RPG游戏 它的玩法就主打一个长线的沉浸式冒险 我可以在天际省里为所欲为 既可以在隐藏任务里收集龙祭祀面具 也可以在村口杀鸡被村民围剿暴打 这么多年下来 这应该是让我沉浸感最强的RPG游戏了 因为你在游戏里做的每一个互动 都会成为NPC评判你的标识 再比如王者荣耀这类MOBA游戏 它的玩法就是主打短线的竞技对抗 就算这局我的老亚瑟没发育好 被对面编路大死命给暴打 六分钟准时上票投降 那下一把说不定就风水轮流转了 就算再打不过再输 估摸着六七把之后 算法也会送我几把人机局当福利 让我大杀特杀一下 温暖一下中年男人深夜受伤的心灵 当然不管是长线的沉浸式游戏 还是短线的刺激对抗 这些游戏独特的玩法 都是能让我玩下去的一个核心动力 而另一个核心因素 当然就是游戏的画面怎么样了 人嘛当然都是视觉动物 十年前咱们可以盯着不到30帧的1080P画面 玩一个下午 现在肯定也受不了 帧数怎么也得上个60 条件好的话还得把光追给打开 当然塞尔达除外 当然这也不是意味着 我得拿把居架在游戏公司头顶 说哥们儿都2024年了 再也不用虚幻我就不礼貌了 画质也不是画面的全貌 不同的美术风格更是组成画面的一部分 比如说游戏的画面 能做出和P5一样独树一致的美术风格 那也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年来 凡是能引起大家广泛好评的游戏 至少都是在这两个维度中的一个 甚至两个维度都做得很好 比如说博德之门3为啥那么好玩 就是因为它把过去大家 只能在桌板上玩的跑团给做到了电脑上 像卡普空这样的冷饭大师 为啥被这么多人铭记 除了童年回忆沙以外 也有一部分引擎带来的精美画质的功劳 所以照理来说 只要这两个元素持续进步下去 画面越来越好 玩法越打磨越有趣 那我们应该是能体验到 越来越好玩的游戏 没错吧 但问题就出在这 这十来年游戏的画面是越来越好了不佳 六年前的大表哥2是当时的画质巅峰 但是放在如今的PS5上已经落了下场 新的技术层出不穷 从光线追踪到DLSS 都是让我们的游戏在画质和流畅度上体验更好 特别是《虚幻5》出来了以后 游戏在《仪甲乱针》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比如去年的《Unrecord》就是这样 过于仿真的画面直接引起了网友的质疑 也得人家开发组拿出自己的工程文件来自证清白 如果再把尺度拉大 纵观三十年历史的话 那游戏的画质更是进步的离谱 一九九三年发布的《DOOM》长这样 而计划明年发布的《DOOM》新作长这样 如果画质可以用打分来练画的话 这三十年来 画质可以说进步了114514倍还不值 但是在玩法上的进步可以说是非常有限 三十年前的《DOOM》是画质简单的3DFPS设计游戏 它具备第一人称视角 可以用鼠标控制视角转动 也可以用键盘控制人物移动 还可以跳跃开火 三十年后的《The Finals》 是画质精美的3DFPS竞技游戏 它具备第一人称视角 可以用鼠标控制视角转动 也可以用键盘控制人物移动 还可以跳跃开火 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虽然说具体落实到细节上有很多不同 但是游戏的核心玩法还是那一套 实际上不光FPS有这个问题 很多游戏都在玩法的创新性上陷入了困境 预避天天搞开放世界大罐头 RPG游戏也几乎都是靠着剧情的世界观 来做的与众不同 真正在玩法上的变化呢 高情商的来说 是这些游戏都入门很快 所以到这我可以武断的下这么一个结论 比起游戏画面上的不断进步 现在的游戏在玩法上的创新几乎走到了尽头 这几年来能一出来就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作品 更多的也是靠着对过去游戏的排列组合 比如绝地求生就把大逃杀和FPS给结合的很好 守望先锋也是将FPS和MOBA给融合的非常到位 传统大嫂最喜欢做的事情 也不是摸索摸索有啥新的玩法 而是更喜欢在老玩法的基础上做点微调 随便整吧整吧 弄点细枝末节 就可以出第二代继续卖了 躺着赚钱 岂不是美滋滋 即使偶尔有那么一两个玩法创新的想要性能爆火 大厂也可以靠着自己的人力优势和技术优势 发挥一下拿来主意 啪的一下 把这个玩法给接见到自己的游戏里 比如自走期 本来就是倒塔里的一张同人地图 突然爆火之后 那几年四个游戏都能及时的推出一个自走期模式 到现在也做得好好的 反而是原版的多多自走期变得无人问津了 那咱们浪了这么多 还是得回到大模型身上来 就像开头提到的那样 为啥我要说大模型会是游戏的春样呢 那是因为我在大模型身上看到了 它对玩法这条路的巨大影响 它能让游戏的剧情也变成开放世界 但是这不是说它一出来 就能新创一批游戏玩法 让咱们嘎嘎品鉴 而是大模型可以作为一个玩法的调味剂 可以很好地和现有的游戏玩法进行融合 就说最简单的交互部分吧 现在大部分游戏 别看得经常在剧情里面 给你ABCD四个选项 但事实上这四个选项最大的区别 可能只是文字不同 不管怎么选 后面的剧情都还是同一条线 底特律就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我在游戏里做出不同的选项 是真的能改变康纳的一生 但是底特律就只有一个 想要做出交互丰富度如此复杂的产品 人家光写剧情就用了两年 这样的工作量是不可复制的 实际上在大模型问世之前 在如何高效地提高剧情玩法这个问题上 全世界的游戏厂商都束手无策 几乎只能靠人力应对 开放世界玩法的游戏怎么做 玉璧任天堂或许打了一个不错的示范 但是真正在剧情角度上 做一个千百万条故事线的开放世界游戏 对过去的游戏厂商来说是没有捷径的 总不能真的写十几万个if else条件分支 但是现在大模型给他们指了一条名路 谁也没想到 过去需要对大量人力才能做出来的 剧情线和互动功能 仿佛有了取响的可能 只要规定好人设和一些关键信息 或许就可以用大模型的角色扮演能力 来创造出无限剧情的游戏 让玩家能走出场上规定的范畴 让我能在夜之城里体验完整的 公司狗拾荒者的故事 也能在新领导让李逍遥和赵灵尔 能一起双速双飞 大模型就是那个让游戏在剧情上 真正走向开放世界的关键先生 这事也不是我一拍脑袋瞎想的 这两年大家已经都开始在研究怎么干的 就比如说英伟达 之前在GTC上公布的演示项目Ace 就展示了一个玩家可以用嘴巴 直接和就网不动的场景 这个突破就很大 过去咱们玩游戏过剧情 基本上就是看播片就行了 然后偶尔选一两个虚假的选项 但是以后玩游戏可能就是要比口国了 看谁更能说 要是说个天花乱坠 直接就能从NPC呢 把结局都给套出来 多好玩 还有像是逆水寒 往游戏里塞AI NPC 永结无界 往游戏里装AI队友 其实都是一种尝试 尝试如何让AI大模型 去游戏做融合 其实我也不是很排斥 往游戏里塞AI的做法 实际上等到大模型技术成熟落地 AI的表达能力大幅度提升 最后让AI操作象征人 意识象征人 对话象征人 语音也象征人 那么真的还会在乎和我一起玩的是人机还是真人吗 真有了这种AI 那估计素质可能还会比一些白赖玩家更好 至少AI不会当个压力怪 还是挺适合我这种狼哀人的 在这样的前景的诱惑下 可以说不管是国内国外 软件硬件 这些厂商巨头们都在做出改变 甚至玩家自己也在鼓道 实际上最早在游戏里尝试大模型的 可能还不是游戏厂商 而是玩家自己 在23年1月的时候 就有人民群众自发地在7.2里面 植入了ChatGPT 这可比什么厂商研发要快得多了 当然咱们今天浪了这么多 肯定也不是说觉得现在的大模型就是完美的了 明年的游戏就会变得超级无敌好玩 新技术普及肯定不会这么快 现在这个阶段 贸然往游戏里加大模型 肯定会带来不少问题 比如说模型幻觉这件事 大模型本质还是一个词语接龙机器 往外迸出来的词 都是跟着概率随机摇出来的 但是游戏里 其实还是有不少NPC和道具的名字 这些都是固定的 这样是弄错了 那你游戏好好的代入感不就没了吗 就比如我洛盛都当五星好市民呢 突然有个NPC过来 说你可以升级成漆黑烈火屎 那我肯定原地出戏 打枪都没玩儿了 所以怎么减少模型的幻觉问题 从应用落地的角度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目前我们看到很多大模型植入镜游戏的演示 实际的体验流程都非常短 就是因为背后机制设计 还有着种种的问题 而且现在这些演示项目 对大模型技术的挖掘深度也很有限 厂商们为了给大家展示出大模型对话的特色 一般只会提供语音或者打字两种输入方式 这方面画饼不假 见面呢 就是我这游戏可以让玩家体验真实对话 把牛吹出去 股价也就跟着上去了 可厂商虽然装到了 但是这种方式 其实对休闲玩家来说并不是很友好 有时候我只想放松一下 那就让我必须要语音或者打字输入一大堆内容 这也不太方便吧 所以或许可以结合和我们之前AI恋爱模拟系一样的做法 在保留语音和打字这两种互动方式的清理线 再增加一些选项回答 方便休闲玩家来体验 不过这选项呢 就不再是和过去的游戏一样预设好的了 而是让大模型在后台自动生成的 不过往游戏里加的大模型越多 性能方面的压力也越大 这又会引出本地大模型和云端大模型的冲突问题了 如果大模型不属在游戏本体的话 那是否会对玩家的显卡造成又一次的压障 如果是联网大模型的话 那弹机游戏过程全程联网是否又还有必要 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解决的 但是即使有这么多难点 我依旧觉得这个方向很有未来 毕竟3D游戏技术从开花到现在 其实也走了有30年的时间 而现在拆的GPT才出来三年 在这条路上 说是未来客期 其实是一点也不过分 或许过个几年 就会有比较成熟的产品 能让咱们看到了 而且我也非常期待这样一个真实交互的游戏 而且来是怎样一个感觉 我的电子阳尾能不能被制航 可就全指望它了 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林一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